警方在牛池灣採封院拘捕一名37歲男子 他黑暴夢頭,雙手鎖上手扣 警員又將他壓到停車場搜查一架私家車 據了解,他懷疑是早前光誠者 策劃TATP土製炸彈案的其中一名金主 消息指,警方國安處在各區拘捕四男一女 年齡介乎15至37歲,三個人是學生 當中一個17歲女學生亦懷疑是金主 另外三人負責購買材料和裝置炸彈 國安處上星期拘捕9人,其中三人已提堂 又在尖沙桌一間賓館檢獲一批TATP炸彈化工原料 警方相信他們意圖襲擊本港公眾設施 目標包括海底隧道、鐵路、法庭等 東網記者南浩杰報導 閉慧 左前往 雙腳 雙腳 雙手 雙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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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腳